我们这个单元的话来讨论的是 两个曲线所围出来的面积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例题是跟各位同学来分享 一个观念的厘清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例题的内容 假设是y是x的三次方 y等于0,x是由-2到2 那么围出来的区域的面积是怎么算的呢 如果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到这个题目就直接不假思索的是 好,我们用积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区域的话呢,面积的话呢 我们都用一个a来表示 a指的是area 然后的话呢,范围 各位同学看看啊 如果我们这样做 积分 x的范围是-2到2 然后函数呢 函数是y到x三次方 x三次方 好,这个题目如果这样子的做法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来利用维积分基本定理 我们就直接将它的积分函数找出来 这边是四分之一 x的四次方 来,范围呢 范围由-2到2 好,继续算下来 我们把2带进去 减掉-2带进去 来,我们把2带进去会怎么样 2带进去的话呢 2带进去的话呢 是2的四次方是16 减掉-2的四次方 也是16 于是答案是 算出来的结果答案是0 那么这个积分的话呢 这样的答案的话呢 积分本身来说 计算没有错误 问题是 面积怎么可能是0呢 我们的范围是有夹出来的面积呢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告诉各位同学 这样的假设的方法 是不对的 我们的话呢 做这个面积的问题 一定要按照步骤来做 那么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地方 错误的 这个关键的点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正确的做法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的话呢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先把直角坐标画出来 来 我们画出来以后 好 现在的话呢 来看一下 y等于x三次方 y等于x三次方 我们把它画出来 这是y等于x三次方的图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试着去看一看 然后x是-2到2 来 我们把它-2到2之间的话呢 围出来 这里是-2 这里是2 那么我们要算的面积是哪一块呢 不是一块 是两块 因为它所围出来的面积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好 那我们来看 怎么做呢 来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我们从-2到2 直接来做积分 会发生什么状况 这个地方的话来说 y等于x三次方 这是y等于0 这边的话呢 面积的话呢 y减掉 y等于0 这个就是x三次方减掉0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正的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这边呢 这边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y等于x三次方是在y等于0之下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这边要算的话呢 我们要是直接积分 会造成的这个面积是负的值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状况之后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分割 怎么说呢 我们要分成了两段 这一段的话呢 它的面积的话呢 是y等于0 减掉y等于x三次方 也就是说的话呢 我们要强迫它变成正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 这边是负2到0 没问题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叫做dx 高度是什么 高度是y等于0 减掉y等于x三次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应该是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确保它是正的 或者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你直接做的话呢 加上绝对值也是OK的 但是还是要去掉 再过来的话呢 右边那一块 右边的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的范围是由0到2 分段来做 这个函数是y等于x三次方 没错 现在的话呢 是y等于x的三次方 好 那么我们就分段来做出来的结果 答案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的话呢 是负的x三次方 所以这边是负的四分之一 x的四次方 范围负2到0 再加上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呢 是四分之一 x的四次方 范围由0到2 来我们答案怎么写 来看看啊 这边是0带进去 还是0 这边负2带进去 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呢 0 减掉 负2带进去 16 4分之16 是4 这边的话呢 是加上 这边带进去 16 减掉 减掉0 所以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合在一起 答案是8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算这个面积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注意哪里呢 注意的话呢 这个曲线所围出来的面积的话呢 我们要确保它是正的的话呢 我们要一定要画图 如果没有画图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很可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一个答案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